中国短跑女孩梁小静在身高不足1米6的情况下 靠实力拿下了亚洲女飞人的称号 梁小静有一双有力的小腿 让她在前50米的速度达到世界顶级水平 可以说在女子60米的赛事中 梁小静在亚洲首屈一直 果然她在亚洲的室内田径锦标赛 女子60米的比赛中多了冠军 后来就连美国的泰森室内60米女子大赛都邀请梁小静去参加 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 在黑人选手有力围堵下梁小静起跑特别快 没有人追得上她 这场比赛梁小静跑出了7秒21的成绩 她是第一个达到重点的人夺得了冠军